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内奸,主攻选得了董胖子 那么董胖子的话,血还是比较多的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七号位的内奸上,主持人家选择了贾徐 贾徐也算是一个老牌的主流内奸 因为他的内奸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他有乱舞和玩杀的配合属性 所以说,他能在关键性的时候能完整的,或者说是完全的收割人头 那配合上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男蛮入侵 所以说,这个男蛮入侵其实在我们手里还是满神的 好的,那么二号位这个张星才,你跳的是一个大反贼的身份 那么,其实在董胖主攻局,反贼不推荐些女将 特别是一些敬畏的,你说如果是远位的女将,感觉还能说得过去 你如果董胖子主攻局,反贼一般是不推荐选女将 除了是大乔小乔或者是乌国泰之类的,可以选一下 其他的话其实一般不怎么推荐,那董卓主攻局选女将 那么有些人会说,这个董卓的肉铃它是双向性的 那你不要忘记,董卓确实是有肉铃,但是董卓还有一个酒池 那董卓我们从两点可以看,为什么选女将会比较吃亏 一,董卓他血线比较多 二,你女将一般都是在三血的 除非,特别的女将是四血线,一般的女将你都是三血的 那么三国沙主要输出的工具,输出的工具,那就是杀是不是 那再加上董卓还有酒池的这个存在 所以说,女将你要爱董卓的这个酒杀的能力 要大大高于你杀董卓的那个能力 因为你酒,你喝酒,你只有摸到真正的酒,你才能去酒杀它 而董卓,他有45%或者说四分之一的几率呢,摸到酒 所以说,他酒杀女将的几率是大大,大大这个提高了啊 你杀他的那个几率啊 虽然你们那个肉铃都是双向的 但是,他有一个酒池的存在 二,他的血线比女将多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女将不怎么推荐在董卓局当反贼 那么,除非我刚刚说了那几个,大乔小乔 因为你有天香和琉璃的存在 那么,老太太,毕竟有一个补义 那么,当然老太太在一般情况下,其实也不怎么推荐啊 当然,远味的情况下也可以选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假许 我们组织角玩家开了一个南蛮入侵啊 那打算应该是要收个人头的 因为,这个西制裁是属于裸奔滴血状态 那这个南蛮入侵就是,只要打到他 他肯定就是必死无疑的,是不是 再加上我们收了西制裁之后啊 又来了一张南蛮入侵 那么,这两个神音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特别特别深 而且,我们又有铁索连环,又有酒,又有火杀 那么,我们清理过了一波啊 我们外界激发放出去之后是,清理过了一波闪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乱舞来清一波啊 这些,这些反贼啊 或者说这些敌人们的酒之类的 因为桃子他们是不可能对别人用的 只有酒桃呢,对自己用 所以说我们一波乱舞啊,来清一波敌人的酒桃 然后,一个杀杀下去 然后,成功带走,身之流放 然后,成功的把董卓打到一旋 那我们再一刀杀下去,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诸葛莲奴 然后一刀杀下去,董卓成功,GG啊 好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谋定天下啊 这个九尾狐的这个,南斗掌生,北斗竹死,是不是 好的,那么我们第一把获胜,后面的几句啊,播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三号位的大忠诚啊 那么我们这个是知心难秘的这个托狗啊 这个,他选在这个三号位忠诚上选择了神造云啊 好的,那么这个主攻是一个非主流主攻,戒嘟嘟啊 戒嘟嘟,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还是能当主攻的 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音资还是能多为张牌的啊 好的,那么既然他是主攻的话,我们也 这个是我们不能强求的 因为主攻他的选将,或者说 路人的选将啊,我们是不能 这个 这个是不能为我们所控制的 那当然,其实啊,按照这里的话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群内局啊 应该都八个人应该都是认识的啊 那么既然这个周瑜当主攻啊,那就当主攻,反正也是可以的啊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锡制裁是选择先服我们啊 那么我以前也说过,锡制裁那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服主攻的基本上都是反贼啊 基本上都是反贼,那 除个别例外啊,有些不怎么会玩锡制裁的 那么我说过啊,锡制裁如果当忠诚 你百分之百跟主攻捆绑在一起啊 你的收益绝对要比其他人的收益要大 那有人会说,哎,锡制裁我可以蹭逃狗命啊 啊,你一个忠诚的锡制裁,主攻都要保不住了 你,你一个忠诚的锡制裁,你保命保住命干什么啊 所以说我还是,还是就是要承认我的观点啊 锡制裁当忠诚,百分之百跟主攻捆绑在一起 因为你锡制裁是不能当内奸的啊 锡制裁是不能当内奸的啊 就是说,他跟马良啊,跟这个流邪一样啊 他是不能当内奸的啊 他要不就是反贼,要不就是忠诚啊 要不就是当主公,当主公也就算了,是不是 好的,那么这个闲话扯的比较远了 我们二号位的这个马良,他什么都没动 然后我们三号位的神兆云啊 应该是跳了一个是比较忠诚的身份 然后我们现在被布置打成了猪头 然后我们这个有这个龙魂在啊 我们神兆云,虽然只有两血 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打死,是不是 好的,那么这个神兆云的技能是改了的啊 如果不熟悉的话,大家还是打个赞,您看一下 其实就是说,在原来的技术上改了一下 就第一个技能改了啊 锁定竞你的手牌上一加二,然后当你进入货 脱离病死状态时,你可以摸一张牌 然后龙魂的话,其实还是没有改 只是改了后半段啊 就是说还是红桃当桃,方块当火杀啊 然后没话当闪,黑桃当武器 然后若以此法,其实都是两张红色牌啊 你回复的值,或者说伤害值加一啊 你如果磕两个头啊,两个红桃 就是说相当于回梁学,是不是 两个方片啊,这个火杀的伤害加一 然后若以此法,其实都是两张黑色牌 你说你当无懈可击啊,或者说当闪啊 你可以弃之当前回合角色的一张牌,是不是 所以说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好的 那么我们的流血在这个市场啊 爱飞四射黄恩,看守重任啊 他也是个反贼啊 他没有给主公包养,是不是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是 打黑桃啊,当无懈可击 然后我们第二张黑桃其实 为什么我们刚刚主持者玩家没有 把两张黑桃当无懈可击去 扒人的牌呢啊,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双打无懈啊 因为你要考虑到我有无懈,别人还有无懈的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主持者玩家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选择了一张一张打 因为这个八一张牌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很大啊 在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后期局啊 如果在后期残血的情况下 我们八人加一张牌 拿的收益就大了啊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马良在这个情况下 开了一个五股风登 然后他们选择冠师傅不拿 然后马良选择冠师傅不拿 那么他应该是个中子 所以说他如果是反贼的话 这个斧子肯定是要拿的,是不是 那么这个家伙 他去顺我们啊 去顺周瑜 然后拆这个什么 不知不知在情况下啊 不知来杀我们啊 所以说我们不去管马良的身份 是不是 马良他如果是反正 这个冠师傅肯定是不能留给赵云的 因为我们赵云一来有这么多牌 是不是 二来我们还有方便当火杀使用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过河拆桥一 过河拆桥二啊 然后其实啊这个过河拆桥 然后射手现在其实打的就比较那个了啊 所以说这个 你既然要去砍流血的话 其实应该去拆流血啊 所以说我们主持者玩家啊 就是一个9,然后方便两张当火杀下去 就是说啊 两张方面当火杀是伤害加一 就是说这一下是两滴再加上一个9 那就是说他一个9方面两杀啊 就两张方面是三滴血 所以说一波9沉蹲下去 那就是说这个大沉蹲出来了啊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四个反贼都被我们干死 事后的话啊 就是说场上只剩下足中内了啊 就是说我们神兆云是终神 然后剩下两个是一个 一个啊里面有一个是内奸一个是忠诚 那么我们神兆云自己啊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说马良他是不是要当内奸的 所以说场上身份来说啊 肯定只有元素能当内奸 那么当然我只是说从 我们从这个正常的思路来看啊 就是说马良肯定是不能当内奸 元素能当内奸是不是啊 那么当然我们神兆云也能当内奸 那么我们神兆云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忠诚 所以说这个马良不能当内奸的话 那就是元素能当内奸 所以说啊 这个正常的思路就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啊 如果有些这个不正常的玩家啊 你非要马良当内奸 我也没办法是 好的 那么现在马良也是啊 吃他还是给周瑜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应该还是元素是内奸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就算马良傻乎乎的当内奸 他也不可能去把桃子给他了 他桃子明显可以吃了之后不给啊 或者说留在手里呢 当然留在手里是不怎么可能的 可以明显就是吃了 那当然其实马良就算是内奸的话 你保一下中主攻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成功的这个获胜了啊 成功的获胜了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 那么最后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三号二号位的大内奸啊 主攻选择了阿奔啊 这个出场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二号位内奸主持角玩家选择了乌图谷啊 三国杀全阔 血线最多的武将啊 没有哪个武将比他血更多了啊 你说在乌图谷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说这个猪个蛋呢啊 觉醒的猪个蛋啊 董胖子啊 还在比肩 那你乌图谷一出现的话 这个 这个血全 三国杀全阔血线最高的啊 那就是他了啊 那就是他了 没有比他更多的了 没有比他更多了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主持角玩家在这个情况下 选择把这张万剑齐发放了出来 其实没有必要啊 因为第一轮大家身份情况 还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 这张万剑齐发其实开的有一点不明觉力啊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第二个技能汉勇啊 其实说就是需要南蛮和万剑啊 这一轮就把万剑放了啊 感觉就有点得不偿失啊 虽然啊 我们想发动这个汉勇不是那么简单啊 那当然不是那么简单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就是说我们的体力值小于轮速 我们现在是15啊 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受到火焰伤害的话 是你要是掉啊 你是要掉 掉到什么时候啊 掉到我们的这个血线小这个小于轮速的时候 我们的南蛮万剑就能发挥出作用了 而且这个出场率其实也不是很高啊 因为毕竟他的技能还是比较难发动 而且又自带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技能啊 比如说这个乌图骨出场率现在还肯定不是很高啊 肯定不是很高好的 那么这个不熟悉技能的话 还是要打一个暂停看一下的 还是相当的话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是不是 这个你血比较高嘛是吧 你普通煞就可以 能卖的就卖啊 你的闪尽量去闪一些 尽量要去闪火属性伤害 那当然火攻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能控制的是吧 毕竟你火闪啊 你的闪啊 你的火闪还是能控制住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鲁树的话 啊不对 这个伟大师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左辞有鲁树的帝蒙啊 这个我们组织角玩家 不知道是先见之明呢 还是 知道鲁树他的化身啊 所以说他第一轮就把万箭击发放了 应该是有这个属性吧 是不是在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无限啊 放了一个南蛮入侵啊 就是挂起链弩 打算要突死左刺啊 因为左刺他毕竟有一个 这个地盟的存在啊 那么有地盟或者说有大师的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肯定是不能放大 因为我也是这种想法 所以说就不用说路人举或者说其他人 是不是在有一句话怎么说啊 我们在流传三国家里面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啊 游戏可以输啊 大师必须死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在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成功的把这个貂蝉打死了 那么说实话这个貂蝉 因为现在我们加入了这个皮肤的这个系统啊 那么分辨不出到底是离魂蝉还是离间蝉 那就大家就把这边放在他的人头上看一下啊 他是一个离间貂蝉 那基本上就是个反贼 这不用说啊 你如果是忠诚的话 或者说你是离离离间貂蝉 那我们还能相信一下 因为毕竟你离间还能送孙奔 这个一你能送孙奔 既然二你能在关键性 关键性的时候肯定能也能送孙奔觉醒是不是 好的 那么这个何仲连很棒的异弱胜强 这个伟大师啊也是相当的讨厌啊 这个我们好不容易成为武装牌 虽然啊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毕竟五张牌五张牌突然变两张牌 感觉光秃秃的 虽然这张顺有千阳的价值还是比较大的啊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无限也是一刀成功 把佐斯干掉之后的话 也是成功的来吐我们啊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无限如果把我误凸骨 我现在的情况下把我误凸骨干死啊 我当场当场我把我家里的键盘吃掉啊 好的 那么你这个乐不是有乐啊 我无所谓你乐就乐是不是 好的那么该中的中啊 该不中就不中 然后剩手借刀杀人去拿鸡康的刀去砍无限啊 那么这个鸡康还是比较听我们的话的 因为这个鸡康还是一个反贼啊 鸡康是一个反贼 那么他也是在帮我们内奸打工啊 那么我们刚刚受到了这个火属性伤害 现在有一个人啊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结束阶段的时候啊 我们要留失一点体力啊 目前只是留失一点体力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当前回合是四轮啊 我们这个当前回合的体力也是四啊 如果我们再掉一轮或者说到生笨的时候啊 在到生笨的时候在那个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发动这个汉勇了 那么前提就是说我们要有难和万一 好的 那么现在孙家天下孙家兵啊 那么刚刚无限来给我们代言啊 虽然我们代言拿了一个桃子 但是从他的举动来看啊 就是说他肯定是要来打我们了啊 想要用通过代言来帮我们流体流死 但是这个排队住我们啊 排队贴命让我们摸桃子 我们怎么能这个辜负排队的那个是不是 你代言又给我一个桃子 虽然啊我们有难马上就要阵亡啊 这个说的话我们现在肯定是拖不起的 因为越拖对于我们肯定是越不利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通过生笨的这个英魂啊 拿到了这张南蛮入侵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发动汉勇了啊 好的 那么一个南蛮入侵打死无限 那么最好把激康打死 再打死孙奔是最好的了 但是这个孙奔手排是比较多啊 想要这个南蛮打死党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一个南蛮一个南蛮入侵 打死一中一反啊 一中一反 那么成功进入阻备单挑 那么现在肯定还是不能跟孙奔这个拖的很久啊 为什么一来我们的血线比较低了 二来我们还是有个人啊 等于相当来说 就是我们每一轮啊 或者说每一回合就要流失一点 所以说绝对绝对不能跟孙奔拖的很长时间啊 这个连弩肯定不能去拆啊 要拆肯定去拆得到拆他的手牌 因为我们现在紧急的情况还是要去杀他的 还是要去杀他的 好的 那么现在成败再次一举 这张杀下去如果没有把孙奔干死 那就是我们死了 那就是我们死 为什么一来我们两血了二来孙奔有这个珠格连筒 而且他手牌是保持在四血牌 如果孙奔没有AK 他我们如果这一刀还是干不掉他的话 我们还是要死 因为我们只剩下两血而且我们还有燃啊 我们还有燃 孙奔只要保持卡我们加一 只要他保持在他有桃或者说他有加一码 看我们沈加一的情况下 他是稳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杀下去运动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直接是一杀把它干掉啊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就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啊 这个提醒一下啊 就是说 这个本期视频啊 发出去之后啊 我会在这个我的新浪微博上面啊 发布这个 发布发布微博啊 大家可以转发或者评论 然后我会通过这个微博的这个 微博的这个平台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啊 来送一本这个桌游制第100期的这一本桌游制啊 大家可以有心的参与一下 因为毕竟我的微博这个人数不是很多啊 所以说想要桌游制第100期的啊 其实可以来转发一波啊 因为这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想要的话可以转转发或者评论一下 因为我的这个微博上面的这个平台的这个抽奖 我还不是很会弄啊 如果转发不成功的话 我应该会从这个评论里面啊 随机抽取一位的啊 那到时候如果是从评论里面抽取的话 我会在微博里面私信啊 告诉大家 然后你中奖的啊 我会私信发给你 你把我把你的地址或者是手机发给我 我就可以给你拔出去啊 好的 那么大家这个 祝大家好运啊 来抽一波啊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